作为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部被国际A类电影节提名的恐怖大作《宙斯》 再次回访魔都上海与上海的媒体观众见面 当天导演赵小夕、赵小欧、协主创孔千千、翟文斌等人 纷纷现身该发布会为影片宣传助阵 据悉影片《宙斯》于7月5日正式上映以来 其制作之精良、故事之巧妙精彩都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 口碑加评不断 一扫往常国产恐怖片广受诟病的夫云爵士现象 在各大电影评分网上 宙斯目前也是占据首位 并有望成为目前中国恐怖片最高赞誉之作 这些和你老婆有关的照片 一经曝光都得一个个的付出代价